从16号东海开雨以来 经过五天时间 21号凌晨 一搜搜从原海捕捞大船上接货后 满载着海鲜的鲜销船陆续回港 各地客商也是纷纷踏来 那浙江宁波食谱的水产交易市场 开启了24小时不眠不休的工作模式 在位于宁波食谱港畔的 中国水产城各个码头上 一搜搜满载鱼虾蟹的渔船 正陆续驶进港口 渔民们将海鲜提出舱底 卸载上岸 码头上车来车往 川流不息 宋志龙经营着一家渔业公司 他拥有五艘鲜销大船 为150条渔船收海上鲜货 这几天他一直在市场忙碌 收鱼的船出去 一般的话要三到五天时间 每艘鲜销船最大量的收多少箱 像一般的话就是说 稍微大点的一万多箱 正常的从5000箱到8000箱之间 随着这些鲜销船的往来运输 交易市场也进入24小时 不打样模式 渔船随靠随运 一箱箱泛着亮光的海鲜 被推入了一个个集装箱 今天送了一些什么货 就这个苍鱼嘛 你一共送了多少箱 这里500多箱 五六百箱 每天来每天一车 每天一车 明天早上八点钟 水产市场内 前段时间唱主角的虾蟹少了踪影 取而代之的是一箱箱 雪白银亮的带鱼和银昌 市场内的交易声此起彼伏 非常热闹 24小时根本就停不下来 好像今年特别多一点 好像感觉到 质量呢 质量也是今年好 挺好的 今年感觉到有点大分收的样子 记者了解到 今年开鱼后的总产量要高于往年 但受疫情影响 来食谱运先的外省客商有所下降 海鲜市场价也比往年要低 大一点慢慢五六块一斤 那小一点慢慢四块一斤 四块左右 随着回港渔船的增加 海鲜种类也会越来越丰富 对广大的消费者来说 今年秋天是个长鲜的好季节 这两天 江苏各地正在紧锣密鼓地做好准备 在即将到来的假期里 将为广大的游客奉上精彩 分成的旅游文化大餐 这里是南京的玄武湖公园 秋高气爽 前来旅游放松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 今年正值南京玄武湖公园 免费开放十周年 国庆期间 这里将推出图片展和油画展 此外还有传统的中秋赏月 和菊花展等活动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目前景区仍然采取限量预约 错峰游览的政策 景区的日接待游客 游客量按照我们核定的 承载量的75%来进行控制 我们在玄武湖景区的官网上面 会发布实时的一个客流的动态 游客可以关注我们的客流动态 来安排好自己的行程 在苏州2020海峡两岸昆山中秋灯会将于9月28号至10月28号举行 昆取扇子彩灯搭配古戏台 灯在井中 井在灯下 在扬州一年一度的运河文化嘉年华也即将开启 宋嘉城景区 古运河等五大区域将分别举办花船巡游 无人机空中表演 裸眼四地灯光秀等19项特色文化活动 夜经济 乡村游同样也各具特色 镇江金山文化旅游节策划了夜跑 夜演 夜购等十大主题进百场活动 苏星游最严惩主题游活动 也在住宿 餐饮方面推出了大量优惠 泰州近江推出文化 生态和美食三条旅游精品线路 近日 新疆河田地区与西藏阿里地区通过签订合作协议 共同开发旅游资源 新开通了一条河田至西藏阿里的自驾游线路 来自全国各地的135名自驾游爱好者 驾驶50辆越野车 分为昆仑天路和达里亚布衣两个车队 成为开启河田近藏第九线的首批客人 这几年 新疆的发展是越来越好的 我们可玩的 可选择的旅游的方式和途径 以及整体的旅游业态都是一个显著提升的 河田近藏第九线以河田地区渔田县为起点 路途涵盖达里亚布衣的沙漠文明 昆仑天路的神话传说文化等多方位 多种地理地貌的旅游自驾线路 全程2060公里 最高途径海拔达5500米 河田近藏第九线让旅游者见证独特自然风光 体验独特的民风民俗同时 对带动沿线旅游经济发展 促进民族团结 助力各族群众脱贫致富 发挥积极作用 夏季出去游玩除了美景也少不了美食 秋天的黑龙江山岭水秀物产丰富 这时候去静坡湖观景吃鱼可是一大享受 我们也一起去黑龙江的静坡湖看一看 静坡湖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 是世界最大的火山熔岩艳色湖 这里距离牡丹江是80公里 大约两个小时车程交通十分方便 最近静坡湖水位持续上涨 吊水楼瀑布出现三面一流 最高流量达到2200立方米每秒 呼啸奔腾的湖水 从环形的熔岩峭壁上飞泻而入黑龙潭 四周白雾生腾 水声如雷 景色极其壮观 那么说起这个吊水楼瀑布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熔岩气动 它现行的瀑布 只有在湖水达到351米的时候 才会形成瀑布 而现在目测我们的水位 已经能达到了354米 所以今年的瀑布 真的是太壮观了 静坡湖是我国五大淡水 鱼类分布区域之一 静坡湖中鱼类资源丰富 有以三花五螺为上品 来到这里一顿特色鱼宴也是少不了的 一条硕大的胖头鱼 用不同的手法取不同的部位烹饪成的 我们用一条胖头鱼 就能做出16道不同特色的菜肴 鱼的全身都是饱 这个甘炸鱼鳞 香炸鱼鳞 特别的酥脆 这样就是我们 精泡湖最特色的菜肴了 叫做富贵鱼童王 这奶白的汤汁 就是用清澈的湖水炖出来的 9月28号到10月8号 国庆中秋的假期运输即将启动 目前国内各大城市 出发到旅游城市的火车票 都较为紧俏 从最近两天车票预售情况来看 西安至北京 上海 广州 成都 重庆 兰州 西宁 乌鲁木齐等地的火车票 较为抢手 昆明至大理 丽江方向客流较大 截至目前已售出车票8.5万张 其中9月30号 10月1号的车票较为紧张 9月30号至10月2号 北京 天津 上海 西安等城市 至太原方向 太原至省内大同 武台山 平遥 运城等重点旅游城市 车票紧张 郑州至北京 上海方向票源充足 郑州至广州 西安方向车票紧张 自9月25号起开始发售10月10号及以后的火车票 没有买到票的旅客可以在12306的后部功能中进行一个竞票 同时也可以在旅客推票高峰期进行一个竞票 根据平时的规律 一般是在每天的22年到23年之间是一个推票高峰期 同时在开车天的15天 特别是在开车天的第一天 再过一个多星期就是中秋节了 上海的鲜肉月饼的销售也火爆了起来 各家老字号门口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下午上海市南京路福建路口的一家老字号小吃店门口 买鲜肉月饼的队伍在步行街上排出了几十米开外 排了多久呢 排了一个多小时 好吃啊 想发一下朋友签 真的是我买一个月饼要排这么长时间 据介绍这些天 每天早上六点就已经有不少市民 来这家老字号小吃店排队 商店也在八点四十五分提前开门 现在一天在四万四左右 今年最高分都是在二十五二十六十七十三天吧 到最后我的限量不能敞开了 每个人大约是八盒吧 六盒不是八盒 在另外一家商店门口 买鲜肉月饼的人也很多 有的顾客还专门拖着小车来扫货 我帮老人买 他们在外地寄到外地去 寄到江西 上海生活过程回去 然后就想这一口 今年这家食品公司推出了 芝士牛肉和藤椒牛肉两个新品种 每天都是一出炉就被抢光 小小一个三四平米的鲜肉月饼柜台 每天的销售额接近二十万 预计到下周 这里将迎来一年当中 鲜肉月饼销售的最高峰 这里是蛮复合的 最高峰就是提前开门 把营业时间拉长 第二个呢限量 八合一个人 假期出游 您想好去哪了吗 那最近几年呢 贵州省成了许多游客的出游目的地 那里保留着不少特色的民族风情 以及文化古迹 接下来呢 我们就跟随记者去青岩古镇逛一逛 青岩古镇是贵州四大古镇之一 位于贵阳市南郊 在这金秋时节青岩古镇的气候显得格外凉爽 哪过来玩的 蓝州 蓝州来的 挺眼的 在古镇上 记者看到很多小吃档口都有一个大铁壶 用这种大铁壶做出来的美味叫高八稀饭 它是古镇上流传了百年的一道名小吃 因此又叫百年高八 高八稀饭通常以藕粉做底 上面放了一个煮熟了的高八团 每晚售价十元 吃之前先撒上些冬瓜糖 花生仁 花生碎 芝麻之类的配料 然后用勺子把高八捣碎 白白嫩嫩的高八捆满了调料 或在藕粉里一勺勺吃 口味甜糯 细滑无比 它这个特别的香 而且看着就是脚捡黏黏的 在那嘴里的话一点都不黏 很好吃 古镇上还有一样美食非常有名 那就是状元蹄 吃状元蹄 蘸水可是很有讲究的 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 这个猪蹄的蘸水 首先呢放这个你看 里面有香菜 椒耳根和小葱 这是我们当地最爱吃的几种配料 然后这个呢是酱油加醋 这个是红红的酸萝卜 因为猪蹄可能会比较油腻 或者这个酸萝卜 它就不那么腻 对对对 有点酸 胡辣椒呢也是很香的 辣椒烤干以后 烤糊以后把它冲碎了 然后放里面 居然还有黄豆啊 对 这个也是必不可少的 蘸水里脆脆的 吃起来呢 我觉得它这个更有这个嚼劲 不知道你发觉没 那它真的很入味 是 再配上这个 亲自搭配的这个灵魂蘸料 除了美食 在青岩古镇 还有许多可以自己动手体验制作的小玩意儿 用苗药制作香囊 是贵州苗家人千年来流传下来的习俗 青岩古镇的中草药香囊铺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 选这个草药啊 新衣草 葬花花 衣液胶腾 这个的话我给你先介绍一下什么 放多一点 蓝香和那个莫莉花要多一点 终于把制作苗家香囊的草药全都找齐了 可是店主说光这样还不行 还得把它们都碾碎 才能让这些草药更持久地散发出药香 把所有的草药放进药碾子里碾碎 再挑选一个自己重义的香囊包 就算大功告成了 我觉得这样做一个小礼物 然后给自己或者给朋友 然后从咱们青岩带回去 是很有意义的 来聚焦即将到来的长假 国庆中秋两节临近 粮油消费将近如旺季 国家发改委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昨天部署了 节日期间粮油市场保供稳价等工作 要求把重大节日 粮油市场保供稳价工作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按照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要求 确保各项举措落到细处实处 强化粮园组织调度 津津护鱼等36个大中城市 以及市场一波动地区 要用好用活成品粮油储备 保证能够随时投放市场 加强贫困地区 受灾地区等重点地区居民 以及厂矿学校困难取重 低收入群体等等 的粮油供应